较早前有一位女士被人非礼,警方不捉了一个同袍,并早已落案起诉,但始终是兄弟同心。警方最后发现非礼哪位女士是另有其人,而且亦成之于法。 在警方捉到嫌疑犯之后,立刻将那位警员无罪释放,据问他已经复工,有老友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香港法治精神。 我觉得很奇怪,既然真相大白,让那位警员立刻复工已经是最低要求,不通要这位警员含冤受冤,根本与法治精神无关。 在2009年,前任特首曾任权表示楼价不断飙升,主要原因是有人炒楼所引致,于是偽然推出SSD。 在没有立法会议员提出任何质询下全体一致极速通过。 SSD的确是有多少效力,楼价当时下跌了十几个百分好,但效力消失后楼价再次上升。 不过,当时曾任权已经离任,计任者CY秉承他的志愿继续推出BSD。 BSD来压益楼价,但效果已经比SSD弱得多。 CY当时已经议会到楼价上升可能是供应不足。 但从未打算会撤走各项辣椒,更加没有向受压者道歉,可能是CY不洩为之。 但在中央眼中,他是有错不改,如果由他连任特首,面对楼价继续上升,除了出招之外还是出招。 林郑上任,供应不足令楼价继续上升的情况相当明显,但责任则是从政府转移到地产商。 林郑虽然没有再推新辣椒,但也没有撤招打算。 我认为此举有违法治精神。 既然已经知道楼价上升的责任不在物业投资者,照理应该废除所有辣椒。 最低限度都要告诉市民知道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会废除。 由于政府没有表示,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楼价连续上升是物业投资者炒流所引致, 令到物业投资者有含冤莫白的惨犯。